大家好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芳希 每周一至周五与您一起 点关香港 今天是12月6号 星期二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11月30号逝世 享年96岁 今天上午10点 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道辞 到此中 习主席表示 江泽民同志是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 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军事家 外交家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并号召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化悲痛为力量 继承江泽民同志的一致 以实际行动表达我们的悼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不断谱写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篇章 今天 香港各界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悼念活动 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 行政长官李家超 多名司局长及行政会议成员 穿上深色衣服到场 收看追悼大会直播 期间全体肃立 默哀三分钟 在立法会综合大楼地下大堂 主席梁军燕带领立法会议员默哀及收看追悼大会 在全港18区的指定地点 民政事务处安排了场地 共市民收看江泽民追悼大会的直播 不少市民提前到场 沉痛哀悼江泽民的逝世 教育局也要求全港中小学及幼儿园下半起致哀 停办所有庆祝活动 全港多间学校全校师生 其籍学校礼堂一同默哀 港交所也于上午10点开始 暂停中环交易广场外部显示屏上的市场数据显示 直到三分钟寂寞悼念完结为止 江泽民与香港的点点滴滴都铭记在港人的心中 其实不仅仅是今天 这些天来不少香港市民都以自己的方式 表达了对江泽民的无比崇敬和深切悼念之情 图片中的这个网站是香港市民建立的悼念网站 截至目前已有近30万人在网站献花 还有不少网友留下悼念词 有人说 谢谢江泽民在主政期间为建政港澳回归做出功不可没的贡献 愿江主席在天堂安好 我们永远怀念您 有人说 江主席感激你对国家的贡献 多谢你对香港的发展不遗余力 一路走好 还有人说 江主席多谢你一生的贡献 为国家及香港安定繁荣 国家富强奉献自己 人民永远怀念你 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除了在网上献花留言之外 中联办大楼外排队献花的人群更是络绎不绝 双手合十 深深鞠躬 不少香港人用这样的方式与他们心中的长者深情告别 50岁的刘小姐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她赞扬江泽民治国有道 香港顺利回归后经历数次挑战 中央都给香港坚定和充分的支持 她说自己切实感受到香港人的生活越来越好 香港经济更加繁荣 幸福感越来越强 年近60的施先生是内地来港人士 在悼念江泽民时 他数次落泪 施先生来港40多年 他说即使身在香港 他仍然能强烈感受到江泽民逝世为人民着想 为香港人谋长远 时刻关心香港人 他又称赞江泽民谈吐风趣 拥有自己的风范 他说虽然江泽民已经离开了我们 但他的英容笑貌仍然印在我的脑海中 调研结束后仍然有市民前往献花 更有市民久久不愿离去 在现场停留许久 寄托自己的哀思 私人已逝 风范长存 今日我们送别江老 在不舍的同时 更应该发扬延续他优秀的精神和品格 正如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的社论 缅怀功绩 继承一致 团结奋斗中说的那样 我们缅怀江泽民同志的光辉业绩 缅怀江泽民同志的杰出理论贡献 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优秀品格和高尚风范 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应该化悲痛为力量 继承江泽民同志的一致 以实际行动表达我们的悼念 江泽民以党和人民放在最高的位置 将人生的精力奉献给中国的发展 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艰苦朴素的作风 处处为群众着想的高尚品格 他将永远教育和激励我们 继续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 勇意前行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我们明天再见